大家好,我是Will,欢迎来到X调查 在山东半岛的最东端坐落着一座城市 荣城市,这是一座县级市由微海市管辖 荣城市海岸线长500公里 沿海分布了10个海湾,115个大小岛屿 其中的石岛港是山东省最大的渔港之一 自1989年对外实行一类口岸开放后 石岛港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劳工来到这里从事相关工作 这里有一条完整的渔业产业链 支撑起当地的经济发展 随着近海渔业竞争加剧 远洋捕捞开始兴起 在东南太平洋的秘鲁渔场是世界四大渔场之一 那里盛产各种渔类,水产资源十分丰富 是全世界渔业公司的优选之地 然而那里距离中国十分遥远 航行之那里不仅需要很长时间 还承担着很多不确定性 因此想要招募捕鱼的船员并不太容易 在山东石岛港停靠着一艘船 它名为鲁绒鱼2682号 这是一艘大洋游吊船 常年活跃在太平洋海域 它长37米,宽7米 排水量233吨 主机功率330千瓦 船分为三层 一层甲板区 二层船员舱 三层船长室 自2000年开始鲁绒鱼2682号 执行过四次外海捕捞作业 有十年出外海的经历 2010年鲁绒鱼2682号 再次离港 前往秘鲁治理海域 进行调游作业 然而没有人会想到 在这之后 船上上演了一出 惊天大逃杀 2010年10月25日 这天原本是鲁绒鱼2682号 计划出航的日子 由于船员没有招满 因此推迟了出航 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 渔船将航行至 东南太平洋的 碧鲁治理海域 在那里开展一次 为期两年的钓游工作 船员的招募工作 一直在进行中 但似乎并不太顺利 大家因各种各样的原因 没人加入 有人觉得 远洋航行存在 太多不确定因素 并且出海时间 长达两年 风险过高 管理鲁绒鱼2682号的 渔业公司决定 提高薪水 尽快招募合适船员 公司还制定了 内部推荐机制 只要成功介绍别人加入 就能获得额外的奖励 招聘信息上 写着本次出海捕鱼的时间 为期两年 基本的三餐 伙食由公司提供 每位船员的底薪为1000元 另外还有每年4.5万元的保底收入 即平均每月3750元 按年发放 除此之外 还有提成 标准是 每公斤鱿鱼提成0.4元 超过一定标准后 升至每公斤0.5元 每满一吨鱿鱼 还可以再奖励400元 按照招聘信息上的内容 即便是补不到鱼 两年也可以获得十几万元的收入 这样的收入比普通工作高出许多 很具有吸引力 就这样 鱼业公司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陆续招募到了35名船员 在出海的一个月前 鲁荣鱼2682号 一直停靠在石岛港的码头上 一些稍早物质的船员 已经在船上生活了一个月了 一众船员中 有一位来自大连的岩姓师傅 他是大副 副义中介绍来的 担任船上的伙师长 岩师傅此前表现的都很平常 但在一天晚上 他整个人变得神经兮兮的 一直在那里大喊大叫 那天晚上八点 船员们在船上各自扎堆打拍聊天 突然 厨师岩师傅跑到大家面前 他一边跑一边大喊 杀人了 杀人了 船员们听闻后吓了一跳 有的躲在船员舱里不敢出门 有的胆子大的 在船上寻找行凶者的身影 但没有什么发现 可岩师傅仍然在那里喊叫着 就这样 岩师傅陆陆续续的喊叫到5月12点 船长李成全实在受不了了 就把岩师傅叫进船长室 痛骂了一顿 岩师傅挨疲后就变得老实了 回船员舱后也不说话了 一直坐在那里发呆 船长李成全向其他船员说明了情况 原来 岩师傅的母亲去世了 他精神上受到了刺激 所以才做出刚才那样精神失常的举动 大家听闻后表示理解 也没有再责怪岩师傅了 过了一个小时 时间来到了凌晨一点 有几名船员肚子饿了 起来找东西吃 期间发现伙师长岩师傅不见了 几人以为他去上厕所了 所以没有在意 可等了很久都没有见到岩师傅返回 大家也会担心 于是开始到处寻找他 当晚气温骤降 又刮着六级北风 在船上找不到岩师傅后 船员们决定下船寻找 一段时间后 他们在石岛港的借口码头 发现了岩师傅 原来他刚才跳海了 幸运的是 有一艘渔船发现了他 把他救了上来 据了解 岩师傅跳海后 在海里挣扎了一段时间 也许是冬天身上穿的衣服 蓬松又厚实 他在海面上漂浮了许久 没有沉下去 在锋利的作用下 岩师傅越漂越远 直到被发现就上岸 此时发生后 鲁荣与2682号船长李成全 感到非常生气 大副复一中 帮岩师傅收拾好行李 并送回了家 岩师傅在家里休息几天后 又表示想要回船上继续工作 但遭到了船长李成全的拒绝 此时船上伙师长 由船员崔勇接任 后来又由夏启勇 正式接任伙师长 经历这次风波后 岩师傅算是正式离开了 而船员崔勇 和新任伙师长夏启勇的关系 也变得微妙了起来 崔勇心里认为 夏启勇是一个脾气暴躁 又爱装模作样的人 岩师傅走后 火石掌的位置 本来是给崔勇的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 又换成了夏启勇 崔勇觉得一定是夏启勇 在船长面前溜须拍马 才得到火石掌的位置 鲁荣与2682号 是一艘有些年份的旧船 但各方面的性能良好 没有经过几次维修 可就在临近12月出航前 船莫名其妙的出了一些问题 然后进行了一次大修 船上除一些管理者外 其他船员基本都是新招的 大家都不太懂 所以没有人感到有何不妥 在维修结束后 他们都在做着出海的各种准备 往船上搬运蔬菜 肉类 桶装水等各种物资 大家对这次出海十分有信心 盼望着船早点出航 并赚到钱 在渔船即将出海的几天前 其中一位船员 来自大连的王树斌 他的姐姐觉得出海时间过长 且觉得合同中约定的收入并不算高 王树斌决定退出 随着严师傅和王树斌的退出 船上人数由原来的35人 减少至33人 12月下旬 山东荣城受到冷空气影响 天空中下起了暴雪 气象台发布了海上大风预警 以及低温预警 这样的天气 持续了数天才结束 强冷空气离开后 迎来了几天 冬日暖阳的好天气 2010年12月27日 这天是个星期一 远洋游吊船 鲁荣于2682号 将在这天正式出发 远赴壁鲁 治理海域作业 中午12点28分 按照习俗 在船头点燃鞭炮后 在船长李承权的指挥下 鲁荣于2682号 驶离了山东石岛港 正式开启 为其两年的远洋捕捞之旅 船上共计33人 其中管理人员 有船长李承权 大副傅仪中 二副王永波 轮机长温斗 大管轮王延东 船员们来自五湖四海 多数来自大连 蒙古山东等地 其中许多人关系不错 由亲戚 熟人 朋友 互相邀约入职 船上33名船员中 有18人没有海员证 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合法的 18人属于黑工 当渔船快逝入公海前 没有海员证的人乘坐别的船离开 以躲避海关的检查 这18人的身份 也由其他渔船上 由海员证的人顶替 等检查结束后 再替换回来 在此之后 鲁绒于2682号向目的地 秘鲁智利海域 全速前进 船上33人 有一半以上是第一次出海 有些人刚开始 晕船厉害 但吐到最后 也就习惯了不再晕船 置身于一望无际的大海之中 让他们感受到一种 特别的神秘感 每一位船员都很期待 出海归来后 获得公司承诺的收入 比如吴国志 他原先在家养猪养鸡 但因接连发生猪瘟机翼 赔得血本无归 这才决定出海赚钱还债 马玉超是一名大专应届毕业生 毕业后 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后决定出海捕鱼 出航前 马玉超的父母 极力挽留他 但他还是义无反顾的 加入了行列 在出海前 船上的三十几个人 就已开始相处 有些人互相称兄道弟 大家相约返航后 去彼此的家乡游玩 公司向船员表示 船上除日常三餐外 不会提供其他东西 一些生活用品 需要自行购买在上船 但物资总量不能超过规定 大部分人都带了一些吃的东西 方便面 矿泉水 饮料 啤酒等等 但有艺人 却有些奇怪 他向公司申请预支了几万元工资 然后买了165条香烟 此人名叫刘贵朵 他将165条香烟堆放在床铺的一角 从床铺一直垒到天花板 别人感到好奇 问他为什么要买那么多香烟 刘贵朵表示自己喜欢抽烟 出海那么久 绝对不能在香烟上亏待自己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实际上出海后一些情况是可以预料到的 大家虽然带了一些食物饮料 但量都不是很多 总有一天要吃完 在那之后 大家只能吃一日三餐 再不济可以抓海鲜尝尝 但香烟抽完了就没有了 到那时候 香烟就会成为短缺物品 刘贵朵就能以高价出售 从中获利 船上的人对刘贵朵印象不错 认为他为人仗义且大方 出海前的一天 十多名船员一同外出 聚餐消费了两千元 结账时 王树兵提议AA制 但刘贵朵一人默默把单买了 刘贵朵表示马上要出海了 留着钱没用 船上花不了 所以这顿他请了 这件事给大家留下了好影响 船员崔勇曾在客运站工作 在一次与工友打牌时 崔勇喝酒耍酒疯 把出租点燃了 崔勇的家人替他赔了一部分钱 他还有一部分钱需要他自己解决 崔勇被客运站辞退 他开始寻找新的工作 以赚钱还债 偶然间他看到了 渔业公司的高薪招聘信息 随后决定加入 船员项立山五十几岁 有留言说他以前弄死过人 还进过两次监狱 实际上项立山确实有两次犯罪记录 但都是盗窃 不知道被谁添油加醋成了杀人 对于此事项立山也没有过多解释 相比其他船员 他年龄较大 一旦让别人知道他有过盗窃的前科 可能会对他不利 项立山杀过人的留言传开后 一些人对他心生畏惧 不会轻易来找茬 项立山自然也就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船员刘贵多 这年26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来自黑龙江 有一位交往多年的女友 在步入社会后 曾有过一次短暂的出海经历 刘贵多想攒彩礼钱把女友娶回家 他很需要钱 所以决定加入捕捞队伍 他没有海源证 但招聘人员表示 没有证也可以签短期合同 也就是所谓的黑工 薪资待遇和有海源证的人没有什么区别 刘贵多一心只想挣钱 所以决定加入 船员里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在33名船员中 有18人是黑工 占到了半数以上 鲁荣于2682号的目的地 是秘鲁智利海域 那里有非常多的鱿鱼 但从中国航行之那里 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在公海上 船员们有时打牌 有时闲聊 一切只为打发时间 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时间久了 一些关系较好的船员 就会经常聚在一起 渐渐地船上形成了四股势力 他们分别是 大联邦 黑龙江邦 内蒙古邦 以及中立派 大联邦以船长李承权为首 船员大多来自大连 共有十人 李承权与大副副一中 二副王永波 以及伙师长夏启勇关系密切 船员吴国志 江树涛 段志芳和崔勇 均为二副王永波的亲友 而轮机长温斗和船员温密 是两兄弟 均为职业船员 黑龙江邦以刘贵多为首 他是黑龙江人 经大连市的一家中介公司 介绍上船 与他关系密切的 有同为来自黑龙江的船员 江小龙 黄金波 刘成健 还有来自大连的王鹏 黑龙江邦共有五人 内蒙古邦以包德 隔吉日湖为首 还有双喜 戴福顺以及包宝成 他们来自内蒙古 平时四人在一起的时候 会说蒙古语 其他人听不懂 有人评价包德 身手敏捷 为人热情 人品并不坏 与这四人关系密切的 还有邱荣华 善国喜二人 除此之外 还有十二人 没有明确的归属 他们构成了中立派 成员有 冯兴燕 梅林胜 向力山 龚学军 宋国春 丁玉明 马玉超 成国军 伯父军 岳鹏 刘刚 以及大管轮 王岩龙 其中大管轮 王岩龙 岳鹏 以及刘刚 分别是大联邦里 部分成员的好友 但没有归入大联邦 时间来到2011年2月初 鲁荣于2682号渔船 已经在太平洋上 航行了半个月 此时正值农历新年 船员们用海事卫星电话 给家里人打电话报平安 以及恭贺新春 船员王鹏向朋友 讲述了海上的趣闻 分享船上的生活 说船上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年夜饭还有八道菜 每道菜都有肉 王鹏让母亲不要担心 两年后就会回来 在大家贺新春的时候 船员刘贵朵 与别人不太相同 他总是一个人 待在自己的船员舱里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拿起笔 在本子上记着些什么 一些人出于好奇心便询问他在写什么 刘贵朵表示自己在记录渔船的坐标位置 大家不确定刘贵朵在本子上具体写的内容是什么 问了几次后也就懒得问了 在二月的最后一天 鲁荣于2682号经过两个月的航行 成功抵达了碧鲁海域 鱿鱼捕捞都是在晚上进行的 因为鱿鱼具有趋光性 一切准备就绪后 船员们开始了钓游工作 在船舰的两侧 各有十几盏2000瓦的强光灯 天黑的时候打开这些灯 鱿鱼便会慢慢聚集到船周围光亮的地方 之后只需要等待鱿鱼上钩 碧鲁海域里的鱿鱼数量多 个头大 有的鱿鱼体长达到一米以上 重量在十几公斤至上百公斤不等 有的鱿鱼须比小孩的胳膊还粗 需要两个人才能拽得懂 这种拉钩钓游的方式看似简单 实际上也需要一定的技术 非常考验船员的眼力 速度和耐力 有时一晚上 不同船员的捕捞数量 可以相差两倍以上 在一众船员里 刘桂朵的表现尤为突出 第一个月他捕捞了六吨鱼 第二个月他捕捞了七吨鱼 第三个月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3吨 而其他人连他的一半都没有达到 刚开始刘桂朵常常连鱼钩都弄不好 他不是船员里最强壮的 但是他会观察总结经验 通过长时间的实践 他掌握了一定的技巧 从而成为表现最突出的人 不难看出刘桂朵有着与其他人不同的一面 他善于观察 会钻研会动脑筋 其他船员纷纷开始请教刘桂朵钓游的方式 他也总是大方的将自己的心得分享给大家 通过他的方法 每位船员的捕捞数量都有所增加 但还是刘桂朵最多 因为大多数人干到快贴量时就没体力了 而刘桂朵愿意吃苦 耐力比别人好 收获自然也就更多 在钓游的前三个月 船员们有一股新鲜境 但时间久了 大家纷纷出现了疲劳感 他们日复一日的做着重复 枯燥艰辛的工作 由于钓游都是在夜间进行 大家的作息时间也都是日夜颠倒的 另外在工作时 十几盏2000瓦的墙灯集中照射 产生的高温足以把人烤焦 在这种强光下工作 眼睛也会不受控制的流泪 钓到天亮后 船员们的工作还没有结束 他们需要把鱿鱼切块分类 放入舱底的动板间 等动板间装满后 还会有专门的收购船来收购鱿鱼 因此每当收购船来到后 船员需要将放在舱底的鱿鱼 一人50盘 一盘15公斤 一盘盘的往外搬 搬鱿鱼比捕鱼还累 来活的时候 甚至工作两天一夜都没法睡觉 如果不能完成 还会影响业绩 有船员开始对公司的做法抱有怨气 但刘贵多从来没有抱怨过 他总是闷着头干 直到把活干完 对他来说 做得多提成也就越多 他只想赚钱 别的什么都不在乎 在经历了三四个月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后 船员们的体能几乎达到了极限 其中船员黄金波和月鹏病倒了 他们躺在自己的船员舱里 没法干活 船上没有医生 药品也有限 他们只能靠自己的免疫力慢慢养病 在这期间 两人感到非常的无助 他们萌生了回国的想法 但与公司联系后遭到了断然拒绝 船长李成全见两人长时间没法工作 便联系公司 停发了两人当月的一千元保底工资 黄金波和月鹏对此心生不满 他们觉得自己尽心尽力工作了那么长时间 还是因工作劳累病倒的 公司不仅不给补偿 还不给保底工资 两人为此找船长李成全理论 希望船长不要高职公司 不要停发工资 但船长李成全是个脾气火爆的人 他不仅坚决不同意 还训斥了两人一顿 对于其他船员来说 这件事虽然没有发生在他们身上 但大家都看在眼里 不知是谁挑了个头 大家突然对工资怎么支付产生了疑虑 大家担心如果自己哪天也不能掉油了 可能拿不到公司承诺的4.5万元 每年的保底工资 对于船员的工资构成 船长李成全给出了解释 根据合同上的内容 如果此次出海没有钓到鱼 公司就会给4.5万元每年的保底工资 只要钓到鱼了 就没有保底工资了 只按每月1000元的底薪 加上提成计算 此外每名船员每月的1000元 都按时打到家属的银行卡里 等两年后渔船返回时 才会结算提成的那部分 一些脑子转得快的船员 纷纷在进行着计算 他们发现 即使像刘贵多那样 每天如此卖力工作 三个月捕捞到了26吨鱼 到手的钱才1.04万元 平均一个月3400多块钱 而按照4.5万元一年的保底工资来看 平均一个月也能有3750元 对于一些捕鱼数量较少的船员 拿到手的钱就会更少 这比预想中的要少太多了 船员们意识到被公司欺骗 一时炸开了锅 大家愤愤不平的找船长理论 但船长李成全 把带头挑事的人训斥了一顿 之后也没有什么人敢出头说话了 此时的船正在壁鲁海域 距离中国非常遥远 想要立刻撒手不干 也不现实 于是船员们又恢复到了 原先的工作状态中 以船长李成全为首的大联邦 管理层就占了5人 而且个个人高马大看起来很凶 因此一时间没有船员再敢惹事 许多船员觉得船长李成全做事不公 总是偏袒大联邦的人 这也间接导致船员之间矛盾激化 据了解 伙师长夏启勇自上船后 一直很巴结船长 所以船长把伙师长的位置给了他 这让他每个月可以比别人多领200元的工资 一天晚上夏启勇和江小龙在一起喝酒 夏启勇是大联邦的 江小龙则是黑龙江邦的 两人喝着喝着不知什么原因吵了起来 夏启勇对着江小龙一顿痛骂 被骂的江小龙则拿起刀想要捅对方 船长李成全得知此事后 动手打了江小龙一顿 还威胁要把他扔下船 江小龙一听吓坏了 当场给船长下跪道歉 当时刘桂朵也目睹了此事 也在一旁求情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但江小龙从此和夏启勇结了仇 历经工资事件以及打架风波 船员们的负面情绪更加严重了 他们每天还要从事劳累的体力工作 心理上的影响导致工作效率降低 其他渔船可能在早上就完成了 鱿鱼分类和储存工作 但鲁荣于2682号上的船员 搞到中午都没有搞完 即使面对勃然大怒的船长 也没有人在意 反正大家已经被骂惯了 现在大家差不多要忙到下午两点 才能忙完睡觉 而且天一黑又得起来干活 睡眠不足导致体力无法完全恢复 他们就这样周而复时的恶性循环 刘贵多是个聪明人 他一直在心里盘算着 此前他曾向公司预制了几万元工资买香烟 按照现在每月一千元的底薪 哪怕在由于最多的五月也就只能拿到3700元 而四月只有2200元 这么算下来 刘贵多不仅到最后一毛钱都赚不到 还可能要倒贴公司一些钱 在这之后 刘贵多也没法好好工作了 他开始跟黑龙江帮的成员一起偷偷商量着什么 一天刘贵多私下去找了船长李成全 说 船长我知道你也是替人办事的 您送我回去 我认识律师 我会找公司理赔 然而船长的回复令刘贵多彻底心良 船长说 你回不去 没有达到出海产量指标 你们谁也别想回去 没有指令 没有渔船 赶接你们回去 因为你们是黑工 所以你们干也得干 不干也得干 听罢 刘贵多觉得天塌下来一般 他本来指望做完这一趟就回去把女優取回家 可现在非但赚不到钱 还要偿还预支的工资 根据合同规定 出海途中返回的费用 全部要由船员自己承担 他们这几个月赚的钱 都不够付来去的花费 也就是说 只要上了这条船 大家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谁也跑不了 另外 即使他们回去打官司 耗时耗力 甚至很难打赢 有人发现 渔业公司在合同上盖的是个假章 大家当初签合同的时候 也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细节 内蒙古帮的包德 也终于忍不住去找了船长 要求返航回国 但遭到断然拒绝 包德是个直性子 脾气火爆 不像刘贵多那样心思缜密 沉得住气 回到船员舱后 包德就将此事传了个遍 还说如果船长不肯回去 就自己想办法回去 刘贵多一直在暗中观察包德的举动 他认为包德这个人心狠手辣 于是就找到对方商议 截船回国的事 刘贵多表示 自己记下了回去的坐标 即便没有船长 也能成功返回 为了让对方跟他一起干 刘贵多还说 自己认识个律师 回去后就找渔月公司打官司 一定可以要到钱 包德听刘贵多这么一说 马上行动了 他也很想回去 不想继续被公司欺骗 因此当场就答应一起截船 接着两人分头行动 开始怂恿其他船员 一起加入 刘贵多和包德先将此事 告诉了各自帮派的同伴 然后又准备拉拢其他船员加入 没过多久 除了船上的管理层 所有船员都知道刘贵多的截船计划 一些船员保持着中立 比如大学生马玉超 他对截船行动感到害怕 不想参与此事 他表示会计算渔船的油耗 帮大家返回国内 刘贵多将所有参与行动的八人 召集到一起 讨论截船方案 他已在心里演练过 无数截船的方案 对一些行动的细节 也做了充分的考虑 比如 必须等到渔船下一次加满油后再行动 避免截船后没有足够的油回国 截船后必须立刻破坏通信装置 防止被公司发现 需要把船上所有的尖锐物品藏起来 禁止几位管理层接触到他们 行动不能操之过急 以免打草惊蛇 实际上这群人对开船一窍不通 他们商议后决定最好留船长一个活口 这样可以有人开船 刘贵多向大家表示 在公海上杀人不犯法 但他的说法是错误的 公海杀人追溯权归该船的注册国家所有 可惜大家都不懂 所以半信半疑放下了顾虑 6月17日这天下午 鲁荣于2682号 在壁鲁海域的一处港口加满了油 刘贵多等人觉得时机到了 等船长入睡后就将动手 晚上11点行动正式开始 黄金波去厨房把刀具藏了起来 防止伙食长夏其勇带刀支援 王鹏懂一些设备操控 他负责关闭了船上的通信设备 以及定位系统 江小龙刘成健 把手在三层船长室的楼梯口 防止其他人强行闯入 刘贵多包得双喜 代夫顺四人则闯进了 三层船长室将船长李成全牢牢控制住 在提出返航要求被拘后 刘贵多掏出一把刀 捅在了船长的大腿上 其他三人见状也上去一起殴打 不一会 船长李成全被打得遍体鳞伤 几人用绳子将他绑了起来 刘贵多要求船长李成全必须返航 否则就把他扔到海里去 在脅迫之下李成全只能答应返航 大副复役中 二副王永波以及大管轮 王延龙在听到船长室发出的动静后 想前往三层船长室查看情况 但被守在楼梯口的江小龙和刘成健拦住 三人意识到情况不妙 开始好言相劝 让拦住去路的两人不要冲动 刘贵多在听到此事后非常气愤 表示要将两人先弄死 二副王永波见事态不妙 立刻妥协 表示会负责启动船只 就在王永波收毛的时候 伙食长夏其勇纹身赶了过来 他手上提了一把彩刀 一边跑一边喊道 这帮小崽子还想截船 老子今天弄死你们 守在楼梯口的江小龙 与伙食长夏其勇有过恩怨 考虑到对方有刀 他没有立刻冲上前 而是与夏其勇保持一定距离对骂 江小龙趁夏其勇准备上楼时 朝着对方的后背捅了一刀 夏其勇猛地回头 抓住了刀刃准备反击 争夺之中 地旁的刘成剑举起铁棍 打在了夏其勇的左腿上 对方顿时跪倒在地 接着江小龙顺势在夏其勇的胸部捅了一刀 刘贵多在听到动静后 走出船长室 了解情况后 他拿过江小龙手里的刀 朝夏其勇的左大腿和臀部各同一刀 然后命令江小龙和刘成剑两人 将夏其勇的遗体扔进海里 随着夏其勇的死亡 大联邦不敢再反抗了 船长李成全自从被制服后 就设定了回国的路线 当晚就准备返航 而实际掌舵的是王鹏 由于不放心王鹏一人和船长待在一起 包德还会在船长室看着两人 与此同时远在中国的渔船公司 与鲁荣于2682号失联 他们将此事上报 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展开了国际救援 他们联系秘鲁和智利的有关部门协助搜寻 中国农业部联系了12艘在智利的渔船协助搜寻 智利军方也派出巡逻机参与搜寻 渔业公司怀疑渔船被截止了 但智利军方称 此海域属于军方管辖 咸有海盗出没的报告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 在与鲁荣于2682号失联的半个月后 还是卫星终于捕捉到了他的信号 原来在7月4日下午4点 以及7月5日上午6点半 刘贵多用船长室的卫星电话 给女友打了两通电话 而这两通电话被成功捕获 在呼叫了110余次后 4天后的上午8点半 他们与船长李成全取得了联系 李成全没有在电话中吐露实情 而是报告渔船很安全 通讯设备出现了故障 所以才失联那么久 而他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夏威夷附近海域 正在返航回国 在此之后 刘贵多再次切断了通讯设备以及定位系统 渔船再次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自截船成功后 刘贵多像变了一个人 只要看到有人聚在一起说话 就会上前询问在聊什么 他很反感有人在背地里说悄悄话 久而久之 他的疑心病越来越重 船上弥漫着紧张而恐怖的气氛 刘贵多掌控渔船后 采取了严格的控制措施 所有沙游刀被没收 救生阀被钢筋绑死 救生衣也全部没收 每四人为一般 严格看管好船长李成全 大副副义中以及二副王永波 以防他们耍花招 包德和其他内蒙古邦的成员 用船上的白槽钢为原料 再用角磨机 砂轮机等工具自制了九把剑刀 这些尖刀分别由刘贵多 江小龙 刘成剑 黄金波 王鹏 包德 双喜 戴福顺 以及丁玉明九人携带 这九名指导者成为了船上的新管理者 刘贵多和包德各带几人轮流值班 包德带着江小龙 戴福顺负责白天值班 刘贵多和黄金波 双喜 刘成剑 职业班 他们各自持刀持棍 巡逻看管其他船员 王鹏因需要驾船与丁玉明两人行动 刘贵多与包德互相提防着对方 所以采取了这样的方式 他们将黑龙江帮和内蒙古帮拆开 这样可以起到互相牵制的作用 7月20日 鲁荣与2682号横行在夏威夷以西海域 刘贵多突然发现 船的油耗变大了 是平时的好几倍 据了解 渔船上有大燃油机和小燃油机 大燃油机废油 小燃油机省油 在此之前 刘贵多担心船上的燃油撑不到回国 便让负责设备维修保养的轮机长温斗 使用小燃油机 但温斗表示 小燃油机出故障了 无法使用 结合换燃油机的事 刘贵多怀疑是温斗故意破坏了船上的设备 阻挠大家回国 他发现温斗经常和二夫王永波 岳鹏 刘刚 善国戏等人聚在一起交头接耳 像是在密谋着什么事 伯父君向刘贵多告密 说那五人正在密谋干掉他 还想让伯父君也参议 刘贵多听闻后 觉得有必要先下手为强了 管理层一共有八人 控制了两人 死了一人 还剩五人 如果没有人协助 干掉五人几乎没有胜算 刘贵多便去找包德求助 包德了解情况后 同意了刘贵多的建议 他们的计划是 先把温斗 温密 王永波 岳鹏 刘刚 江树涛六人干掉 原因是刘贵多觉得这些人 平时和温斗走得很近 对他产生了威胁 包德又拉拢了中立派的 冯兴燕和梅林胜 因为他们两人和岳鹏 王永波走得很近 但和温斗走得不近 当天晚上行动开始 刘贵多用高音喇叭 播放音乐作为演示 刘贵多先让王鹏 梅林胜 在驾驶室持刀 看管着船长李成全 和大副复役中 之后黄金波 以跺脚移坏的为由 将温斗 从他的四人间船员舱里 骗出来 带到驾驶室 就在温斗 快要走到驾驶室时 包德突然出现 他朝着温斗的身后 就是一刀 此刀力道极大 尖刀贯穿了整个身体 温斗忍着剧痛 扶着楼梯扶手 亮枪着往楼下逃跑 但被赶来的 刘成剑 黄金波 江小龙三人拦截 他们对着温斗 一通乱刺 温斗倒下后 几人将他扔进了海里 之后 包德等人 又冲进了温密 所在的四人间船员舱 黄金波 在控制住 大管轮王岩龙后 其他几人 便对床上的温密 一通乱刺 温密死后 双喜和戴斗顺 将他扔进了海里 随后 包德等人 来到了十二人间的 船员舱门口 刘成剑 叫了一声 月鹏的名字 月鹏出来后 包德 刘成剑 冯兴燕 吵着月鹏猛刺 月鹏奋力抵抗 逃无可逃后 选择跳海 干到月鹏后 刘成剑 再次进入了 十二人间船员舱 此时刘刚 从睡梦中醒了过来 刘成剑 把刘刚叫了出来 刘刚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他迷迷糊糊的 就出来了 结果被黄金波 冯兴燕 刺倒在地 刘刚也被抛入了大海 此时王永波 对刚才发生的一切 浑然不知 他还在 十二人间船员舱里熟睡 包德和刘成剑 进入船员舱 对王永波捅了一刀 王永波疼醒后 想去抢刀 但够不着 整个人摔倒在了地上 这时刘贵朵 也进了船员舱 他朝着地上的 王永波连捅竖刀 直到对方没有反应 王永波也被扔进了海里 到了凌晨 杀戮仍在继续 刘贵朵 黄金波 双喜和戴福顺斯人 在右贤狼 统刺了姜树涛 并将受伤了他 抛入海中 期间他们突然想到 也许可以先结一笔钱 再把人干掉 于是刘贵朵和黄金波 把陈国军 叫上了渔船的钱加板 并向他索要银行卡 陈国军没有交出银行卡 接着他就被刘贵朵 推入了海里 天亮后 刘贵朵等人 发现马渔超的船铺 空无一人 他们在船上找了三圈 都没有找到他 但船上的救生衣 一件也没有少 马渔超的东西 也都在船员舱里 根据同船员舱的段志芳表示 马渔超被昨晚发生的事吓坏了 精神面临崩溃 不敢待在船员舱里了 了解情况后 刘贵朵等人判断 马渔超可能受不了心理压力 自己跳海了 刘贵朵找来了梅林盛和王鹏 并给每人一把尖刀 让他们向伯父军索要银行卡 刘贵朵之所以会找上他们 使这两人手上没有命案 想让他们沾沾血 梅林盛和王鹏在刘贵朵的要求下 不敢不从 两人将伯父军叫到后甲板上 索要银行卡无果后 将其捅伤 任其流血身亡 干掉伯父军后 刘贵朵在当天下午 又指使冯兴燕 梅林盛和王鹏三人 将吴国志叫到渔船的后甲板 负债累累的吴国志 根本拿不出钱 随后被迫跳海 刘贵朵等人可谓杀红了眼 这场疯狂的杀戮行动 从7月20日深夜 一直持续到次日下午 结果导致9人丧命 1人失踪 加上之前遇害的 伙食长夏季勇 共有11人从船上消失 现在船上还剩下22人 大连帮里还剩下船长李成全 傅义忠 段志芳和崔勇四人 崔勇出于害怕去找了江小龙 表示想要加入刘贵朵的黑龙江帮 手上已有命案的江小龙 并不希望崔勇加入 他不相信在公海杀人不犯法 而他也已经无法回头了 但崔勇不一样 他是清白的 对于这番好意 崔勇表示 如果不让他加入 他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崔勇直接找到了刘贵朵 表示想要加入 刘贵朵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 他转身就走了 只留下一句话 以后的路 他也不知道要怎么走 此时刘贵朵清楚的知道 自己是整起事件的主谋 已经无法安然回国了 他的计划是逃去日本 刘贵朵安抚其他同伙 说他在日本有个好友 对方可以帮他们办假身份入境 两天后 刘贵朵在甲板上召集了剩下的船员 他要求每个人给家里打卫星电话 以自己生病为由 向家人索要5000元钱 这笔钱被要求打在 刘贵朵女友的银行卡上 刘贵朵宣称这是帮助大家 逃去日本的费用 船员们的家境条件并不好 否则他们也不会冒险出海挣钱 所以许多人表示了反对 但在刘贵朵的要挟之下 他们不得不给家里人打电话要钱 一些船员家属接到电话后 立刻产生了怀疑 比如宋国春的妻子 他对丈夫看病要钱的理由心存疑虑 但因丈夫的语气显得很着急 所以他去汇了款 后因账号错误 没有汇款成功 通过此次事件 有一些人开始对刘贵朵的做法产生了质疑 这些钱都是打到刘贵朵的女友卡里 大家不相信刘贵朵真的会把这些钱 用于大家的逃跑 刘贵朵所前一世 也激起了内蒙古帮的不满 他们开始偷偷谋划 推翻刘贵朵的渔船控制权 7月24日这天 包德悄悄找到了黄金波 并出言挑拨道 刘贵朵打算只带两三个黑龙江老乡去日本 剩下的全杀了 黄金波也不简单 他故意稳住包德说 刘贵朵无情无义 连我也得打电话向家里人要钱 我加入你们 但包德犯了一个致命错误 他误以为刘贵朵的亲信黄金波 是可以被拉拢的 这位黄金波来自内蒙古 与内蒙古帮的包德 双喜 戴福顺 包宝成 同为蒙古族 所以包德便想拉拢黄金波成为自己的同伴 黄金波虽是内蒙古人 但他更在意与刘贵朵的情谊 所以黄金波 转身就把此事告诉了刘贵朵 由于黄金波的告密 刘贵朵准备立刻动手 为了有更大把握将包德等人干掉 刘贵朵主动找了船长李成全 并威胁对方参与进来 为了增加船长对包德的恨意 刘贵朵还谎称 二副王永波是被包德所杀 可谓用尽心机 李成全和王永波是几十年的好友 当初还是李成全亲自邀请王永波一起出海的 在杀戮发生时 船长和大副都被关在驾驶室里 船上大声播放着音乐 他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后来李成全上厕所时才看到血 才发现王永波等人不见了 之后才得知他们被害 但不知道是谁动了手 在误以为王永波是被包德所杀后 愤怒的李成全当即同意参与干掉包德等人 刘贵朵找到崔勇 并给他一把刀 让其返回船员舱座诱儿 然后让船长李成全假装去杀崔勇 演一出戏给内蒙古邦看 由于不放心 两位刚加入的新人 刘贵朵又命令黄金波和刘成剑 埋伏在隐蔽位置 见机行事 当天晚上 刘贵朵独自前往包德等人所在的船员舱 他对包德说 船长要加入我们 但加入我们必须要见血 得让他杀个人才行 所以我让船长去杀崔勇 但现在需要你的尖刀借给船长用一下 之后还需要你帮忙把崔勇骗出来 以便船长杀了崔勇 包德同意了刘贵朵的提议 他交出了尖刀 然后随他前往甲板 在看见甲板上的船长后 包德便转身准备去找崔勇 可他刚一转身 就遭到船长捅刺一刀 随后崔勇也出现在了甲板上 他也对包德捅了一刀 接着刘贵朵让黄金波和刘成剑去刺包德 身受重伤的包德被逼无奈跳入海中 包德死后刘贵朵命人将内蒙古邦的其余三名成员 以及与其交好的两人逐一哄骗出来 邱荣华和善国喜被逼跳海 双喜和戴福顺在遭受乱刀捅之后 被刘贵朵等人扔进海里 最后包宝成也被逼跳海 此时鲁荣于2682号上还剩下16人 刘贵朵在解决完内蒙古邦后 似乎也厌倦了杀戮 他输了所有人的刀 表示不想杀人了 但大家已经不再相信他了 只想逃离他的魔爪 次日凌晨4点 渔船机舱突然进水失去动力 船身整体倾斜 船上的众人在检查后 发现船底总罚被人打开了 而知道这个开关的人 只有大管轮王元龙 但他们在船上寻找一番后 都不见王元龙的身影 猜测他已经自行跳海 刘贵朵紧急指挥大家 用水泵将船上的水抽出去 但进水速度太快 光靠水泵来不及排水 刘贵朵又命令大家 将能复在海面上的东西绑在一起 制作木筏 将吃的东西放在上面 万一船不行了 还能用木筏坚持一阵 刘贵朵又命令船长 将通信设备打开 向外发送求救信号 刘贵朵希望救援人员 能尽快赶过来 他还不想葬身于冰冷的大海里 众人合力将木筏制作完成 大家准备把一些吃的东西放在上面 可就在此时 大副复役中 宋国春 龚学军以及丁玉明四人 已经穿好救生衣 跳上了木筏 四人剪断了绑在木筏上的绳子 快速远离渔船 船员们反应过来后 开始惊呼 刘贵朵闻声赶来 他眼睁睁的看着四人的木筏飘走 他双眼无神的坐在了甲板上 正当大家绝望之时 渔船停止了下沉 排查后发现 原来只是积舱进了水 船沉不了也动不了 只能随洋流漂流 刚才发出求救信号的时候 表示船上有15人 而现在跑了4人 只剩下11人 刘贵朵提议 众人将杀人的事 全部推责到逃跑的4人身上 撇清自己的嫌疑 就在此时 众人发现 刚才的木筏 又随着海风和洋流漂了回来 刘贵朵命令大家 拿起钓鱿鱼的铁锥 朝着木筏上的4人猛砸 负义中 公学军 宋国春 跳入了海里 木筏上 只剩下丁玉明一人 江小龙见状 他拿了一把鱼叉 跳到木筏上 丁玉明受伤后 也跳入海里 4人在海中 不断的挣扎 其中 负义中 公学军和丁玉明三人 搂在一起 由于三人身上受伤 血腥味 引来了鲨鱼 一旁的宋国春 吓坏了 又拼命的朝着木筏游去 他痛哭流涕 请求刘贵舵饶他一命 最终 刘贵舵让黄金波和段志芳 拉宋国春上船 在这之后 船长李成全向刘贵舵表示 船上还有段志芳和向立山两人 没有杀过人 随后两人 在刘贵舵的要求下 强行脱下了宋国春的救生衣 并将他捆绑起来 扔进了海里 经历这轮屠杀后 船上人数 从出航时的33人 减少为11人 由于轮机故障 无法航行 他们只能等待救援 而如何编造谎言 洗脱罪行 成了刘贵舵等人要解决的事 当天上午 刘贵舵和李成全 组织开展了船员会议 并让黄金波 记下了统一口供 然后让船员们轮流背诵 之后 众人又将渔船的前前后后 里里外外 洗了好几遍 2011年 超强台风 梅花席卷了西太平洋 救援船只 无法快速赶到 7月29日 中国以渔船抵达 并拖着鲁绒鱼2682号返航 与此同时 荣城市也派出两艘大麻利渔船 前去接应 8月12日 鲁绒鱼2682号 顺利拖回了石岛港码头 岸上停着一辆大巴车 和一辆救护车 船上11人 被武警带离 接着又来了十几辆警车 然后这11人 每人坐上一辆警车 被带至派出所 接受单独询问 虽然这些人在此之前都统一了口供 但毕竟都是编造出来的谎言 对于一些细节 他们每个人说的都不相同 另外警方通过卢米诺测试 在船舱内发现大量荧光反应 血迹呈喷剑状 剑落状 留住状 擦拭状等等 DNA结果显示 这些痕迹与失踪的船员相符 在此之后 11人中 有几人实在无法自圆其说 索性供输了全部的事实 一年多后 2012年11月 此案在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案件审理了8个月后 法院做出了宣判 被告刘贵多 江小龙 刘成健 黄金波 犯故意杀人罪 和劫持传之罪 判处死刑 被告李成全 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被告人王鹏 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被告人冯兴燕 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无期徒刑 被告人梅林胜 崔勇 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被告人向立山 犯故意杀人罪和盗窃罪 判处有期徒刑5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被告人段志芳 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有期徒刑4年 至此 鲁荣于2682号残案 告一段落 开船前 伙事长严师傅 和另一名船员 王树斌 在起航的最后一刻 选择下船 从而逃过一劫 船上的普通人 为何会变成 十恶不赦的杀人狂魔 值得审辞 严师傅 为什么会喊杀人 好好的船在起航前 又为何莫名其妙 经历一次大修 这些诡异事情的发生 无意给鲁荣于2682号 又增添了一份 神秘的色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